arrow 好 我做最簡單 我在教歌唱課裡面做的發聲 也就是說先檢測一下 我們聲音有多少range可以用 也就是 就像摩著車在吹了這樣 那我們不做這個動作 我們做啊 好 再做一次給你聽 不用管你的聲音是正不正確 你只要我只要一個幅度而已 就像我的聲音是 啊 啊 這樣 啊 OK 那你想要越高就要越大聲 看你的聲音的 這樣子有多少的幅度可以做使用 好比如說我剛才做的 很低 啊 下 好這樣可能有一個半八度 或是一個八度的音域 在唱歌裡面就是 然後再加一個 然後上去到 完了以後再下來 你的聲音有辦法點到這個地方 代表你就可以用到那個聲音 這樣懂我意思吧 OK 所以來吸飽氣候 我們吸飽以後我們不往後請 不往後請 因為我們聲音要直接出來做一個幅度 所以吸飽以後身體保持直的 啊 怎麼出去怎麼回來 記得像噴泉一樣 啊 這樣子 OK 來準備 來聲音出來 啊 好 那你剛才在做的時候 如果你是為了音高去做 會變這樣 啊 你會想去做一個音高出來 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把聲音 就是我們嘴巴一打開 聲帶氣一出來就開始震動 那就像你剛才吹油門的時候 所以你不用去管你的音高 怎麼做呢 才是正確的 把你的氣直接 一口氣 啊 把身體 把身體 好像有人在推你的身體 往內壓一樣 所以 啊 像這個樣子 OK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難體會 你就可以幫自己一個忙 先做好 然後 啊 啊 那種感覺 啊 啊 我們講話的時候也是這樣 那 如果你的聲音是吸氣是正確的 你的聲音維持在 啊 這個幅度裡面 全部都維持在我們的 第一個 呼吸正確 第二個 你的聲音都保持住 保持住什麼 你的注意力都focus在你的吸氣 橫膏膜跟你的聲帶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發現 發現 我們身體往後壓的時候 我們的聲音很 後腦勺這邊會很有感覺 也就是 啊 聲音很像 從後面這樣繞出去一樣 被擠出去一樣 OK 很像擠牙膏噴出來那種感覺 像擠痘痘噴出來那種感覺 OK 好來 吸氣準備喔 好看大家都憋著氣 來 我們吸 我們吸氣 我會 吸氣 然後手一出去 你們就不用猶豫 身體就壓下去 聲音就出來 不用等別人的聲音出來 OK 如果你吸飽氣以後先憋著 然後 你一憋氣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一個 氣衝出來被你鎖住的感覺 懂我意思嗎 OK 我不要這個感覺 好來準備再一次 1 2 好 好 那 剛才結束的時候 我聽到大部分的人斷音都是 啊 用這邊 把聲音結斷 對吧 OK 好來再做一次 我不要這種感覺 我不要這種結斷方式 我要 啊 後面聲音會回來的 不是 啊 我不要這樣 好那 如果你剛才是這樣子的 去感覺一下 你剛才結束的那一瞬間 你的聲帶 不管有沒有疼痛感 至少有一個摩擦感 至少有一個摩擦感 然後至少有一個被氣衝擊到的感覺 好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聲帶 所以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輕聲細語講話的時候 要的感覺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聲音 這樣代表你的聲音是正確的 可是使用方式是不正確的 所以 啊 你要等聲音回來才可以把門關起來 那你不用管關起來 那你不用管關門 你的身體 只要有保持力氣在 當你身體放鬆的時候 聲音自然就不見了 也就是 啊 我們在聲音結束之前 這整個身體的力氣都沒有變過 他慢慢會縮小 可是在身體還沒有放鬆之前 聲音 絕對不可以斷掉 不可以像 啊 後面會有 哈 的聲音 這樣的聲音就叫做浮調了 這樣浮調的聲音 在我們講話的時候 比較 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唱歌就很明顯 就是你會發覺 你有這個動作一出現 下一個字句出來的聲音 就不好聽了 也就是比如說 明月幾時有 啪 那個啪就會是氣音了 所以我們是 明月幾時有 收完 把酒問晴天 收完 不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聲音都要怎麼出去怎麼回來的 好來準備 吸氣 啊 好那 現在 我們 我剛才說的 這個動作 為什麼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的聲音會往後面請呢 為什麼後腦跟頭部 因為剛才你們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可能還沒有辦法去感覺到 我們整個聲音出來的時候 最洪亮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的 那 頭腔共鳴 也就是以長音來 長音來講是 這個聲音是最洪亮的 那鼻腔的 這聲音是最扁的 所以 有的人講話會用鼻音講話 你聽起來會覺得 你怎麼講話那麼噁心這樣 對吧 有的人聲音講話是 像這樣子講話 你的聲音怎麼掃瞎掃瞎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是共鳴腔的部分 那 你要玩 不要說玩共鳴腔 你要使用共鳴腔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先注意 前兩個要是正確的 這樣去練才有意義 不然你會練到後面會覺得 會變成 你有共鳴腔 可是你的聲音本身就不正確 所以你出來的聲音也不會好聽 這樣懂齁 所以我們是用共鳴腔 這樣在改變我們的音色 OK 那共鳴腔不只這幾個 有很多個 好 那我們先摸一下 我們有上過課的同學都知道 我們牙齒打開 嘴巴打開 然後 我們的 這邊會有鼓起來 你再往後面摸一點 它會凹進去 就是我們 牙齒上額跟下額的交接處 這個地方 好 這地方是我們的分界點 在我們前幾堂課講的分界點 都是想像的 分聲音上下的 好 所以 我們現在 頭腔的共鳴 處在於這個地方 所以 你現在 保持每個字句講話的時候 這邊都要動到 也就是 我們外嘴不一定要動得很誇張 明月 不用這樣講話 你可以 講話變成這樣 嘴巴張開一點 像喊一顆雞蛋一樣 然後 明月 幾十有 來 你們可以講講看 就一句就好了 自己試試看 聲音放出來 不用小聲 也不用特別大聲 正常就好了 明月 幾十有 去聽一下自己的聲音 再 再多講幾次 明月 幾十有 好 如果你聽到你聲音是 明月 幾十有 然後 你可能會覺得 這邊有感覺 你的力氣使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聲音出來散發出去的時候 是 感覺很像 噴 就是 閃掉的聲音 明月 幾十有 我不要這種聲音 記得我們講話聲音是細的 明月 幾十有 讓聲音 送遠一點 明月幾十有 明月幾十有 好 如果抓不到這個感覺的時候 來 再教你們第二個方式 你可以一手 輕摸這邊就好 不用不用壓著 然後第二個聲音 手 輕壓我們的鎖骨 聲音在這邊 這邊是你 那個水 聲音出來的原點 所以 明月幾十有 我們嘴巴只是保持 一個違章的 兩個牙齒都不要牙合 上下牙齒都不要牙合 明月幾十有 明月幾十有 好 那口腔放鬆 我們嘴巴是違章而已 明月幾十有 就咬字的時候 咬死都不要碰到 明月幾十有 明月幾十有 好 那念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 嗯 知道我們的那個 玄中垂在哪裡嗎 就感冒的時候會癢癢的 後面軟軟的 那個 後面那塊肌肉 好 就是舌頭不用去頂它 好 我們 這邊 因為那是肌肉 所以你能感覺到 很像打哈欠一樣 我們 學唱歌的時候 很常舉的例子就是 唱歌的聲音 打哈欠的聲音是正確的 也就是 噢 那個聲音是很洪亮的 那 代表你的口腔內部 都是完全打開的 也就是 我們在保持這樣子 一個口腔的空間在 然後做出 明月幾十有 這種感覺 明月 所以我們聲音念的時候 上次 上一堂課我講過 我每個字出去的時候 想像 每個字都是從 我們的後腦槽跑出去的 明 一個字 那個日再一個月嘛 明 那個明 已經出去了 月 幾 十有 那可是你要兼顧 我們的聲音原點 我們嘴巴保持好 明 月 幾 十 你會發現你的聲音 比較大聲一點 然後 你的聲帶震動會很明顯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我現在在使用這邊發聲音 然後現在我們 使用這邊發完聲音以後 靠嘴巴去把字咬出來 像加工廠一樣 那貨物怎麼出去 從這邊出去 OK 所以每一道環節都要注意好 然後記得 最重要的是什麼 吸氣吧 OK 所以你沒有原料就沒辦法製造東西 所以 明 月 幾 十 有 OK 來試試看 明月 幾 十 好 好我聽到很明顯的 你的聲音做改變了 OK 就是你的聲音本來都是 閃閃的 小小聲聲的 現在你有做到一個集中的感覺 這種力道就叫集中 來再試一次你們自己再體會一下 明月 明月 我們只是把字咬清楚 然後把聲音自然的放出來 不用去 記得我們身體不是緊張的喔 好 所有的力氣都處在於身體內部 所以你甚至可以貼著椅背 然後明月 然後你如果是貼著椅背的話 把你的力氣集中在我們的貼椅背的地方 不用很用力頂 稍微頂一下就好 好 不然後面斷掉會跌倒的 我們試做 明月 它順著我們這個貼椅背的角度 把字送出去 OK 來試試看 來 七七 明月 幾 十 有 好那記得喔 我們講話的時候跟我們發聲一樣 也就是說 聲音怎麼出去 怎麼回來 所以不可以明 我們斷掉了對不對 我們只唸一個字嘛 明 然後又唸下一個字 我們不是明截斷它 月截斷它 不是 是明月 幾 十 有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力氣太累了 怎麼辦 你把字句連下去就好 明月 幾 十 有 把它連著 不要讓它斷掉 OK 好 我們的字句還沒結束的時候 身體不可以放鬆 所以你們剛才念字的時候 明 聲音會浮調的會變成明 然後你再唸下一個字 因為身體再用力一次 所以你們都只用在頭 尾巴的時候沒有讓它回來 門就先關了 然後就下一個字又出去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們一般講話最常發生的問題 我也會發生 就是一整天在講話裡面也會發生這樣子 那只要發生這樣子的時候就會很明顯 講可能二十分鐘的話 十幾分鐘連續這樣一直講 我聲音不舒服 這邊聲帶有點痛痛腫腫的 好 那就是使用這邊 就是我們這附近的用振動次數太多 或是振動力道太大 我們現在用學的課程就是 我們怎麼樣放鬆這邊 然後去產生振動以後 我們靠我們的共鳴區 跟靠我們身體 來cover我們這邊 沒辦法訓練的肌肉 這樣懂嗎 所以明月幾十有 如果你發覺 哇老師你講的這個共鳴部分 我體會不到 我要注意的東西太多了 那沒關係 你就不要去管你頭頂的部分了 管好你身體的部分 先好好去體會你一下 我們聲音正確出來的時候 明月幾十有 我說過 只要聲音是正確的發聲 我們的共鳴不用太管 它自然就會跑出來了 因為你聲音出去的時候 最直接就是直直往上 所以正確的聲音 頭腔的共鳴是不用去練的 它本身就有了 有些人他講話鼻音很重 只要你一二階段呼吸做對了 鼻音就改正了 OK這樣懂我意思嗎 除非天生就是從小到大 這麼多年來都一直鼻塞 那就可能就很難救 那鼻鬥炎也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就是我有教過學生 可能包含我自己前陣子也有鼻鬥炎 就是講話鼻音也很重 那講話鼻音重的時候 咬字會很容易不清楚 講話會很奇怪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改正 就是我們講話咬字方式 所以明月 我們後腦跟我們的背 這邊是一個直線的 我們身體是不可以這樣溫固的 不可以駝背 我們身體是直的 明月即時有 你會發覺你身體比較挺一些 然後呼吸正確 以後講話的時候會比較通 會比較順暢 所以你會看唱歌有去看唱過KTV吧 有沒有沒去唱過的 都有嘛 唱歌的時候正常 你在唱到比較High 或比較高的時候你會站著 你看到電視節目裡面 比賽的人也都是站著 他不會是做像這樣 然後去歌唱比賽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 聲音在正確使用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所以只要你身體越脫越凹 然後就是身體越彎 你會發覺聲音講話越不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呼吸沒辦法正確 我們這樣壓著 我們沒辦法用 我們橫隔膜 沒辦法很善用 因為這樣呼吸的時候 你整個 你會覺得很像 就是 壓著一個氣球一樣 就是 身體是不舒服的 所以你就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一般身體 寧願這樣 這樣講話是 比較舒服的 比這樣講話舒服多了 OK 這兩個動作聲音不一樣 你看像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 這不是刻意做的 就是我沒有特別注意講話方式 就只要做不同的姿勢就有不同的聲音 OK 所以有時候我們蹲著 像上廁所的時候 在用的是用這邊的力氣 如果你上廁所是坐停 嗯 好它是可能是這樣的力氣 這樣懂嗎 OK 好所以我們要的聲音是通體舒暢的聲音 所以記得我們的呼吸道吸進來的那些原料 要出去加工成咬字跟聲音的 我們原料管道要順暢 好 再唸一次試試看 來準備喔 起起 好 那 現在你可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可是你能很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聲音 來覺得自己的聲音氣音很多的舉手 再唸一次試試看 來準備的氣氣 來 明月幾時有 所謂的氣音很多是什麼 你聽到很多 明月 你聽到耳膜 你自己的耳膜聽到很多的震動 有沒有 好 一個 還有沒有 好 再感覺一次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的話 記得 這樣子的震動就是說 一般我們 有的老師 不能說有的老師來 有的人學習聲音的方式是相反的 我們的順序是什麼 習其先 再來就是震動 完了才講共鳴 有的人一開始就是先學共鳴 去學 我用什麼共鳴聲音會比較好喔 好 這樣就是反著了 反過來了 這樣是 可能這樣是一個捷徑 可是 因為 身體的肌肉訓練是沒有結晶的 你需要去習慣 所以 當你 聽到你的耳膜 有很多的 明月 就 那種 這個就叫氣音 你自己聽起來 是震動很多的 別人聽起來 的聲音是 霧霧氣氣的 是 比較不明顯的 所以 我們要的聲音就是 我們自己能聽得很清楚 聲音就是很 完整的一個 像這樣 一個完整的震動 它沒有多餘的氣音流出來 所以 明月 幾十有 這個聲音 記得我們講的 聲音是收細的 不管你怎麼大聲 聲音都是細的 所以你要越大聲怎麼辦 會 你聲音會稍微粗一點 可是它會保持扎實 就是 把聲音 壓縮到 比較有效率一點 就是 我要更大聲一點 齁 明月 幾十有 這樣是更大聲 沒有聽到氣音吧 齁 沒有很多的信號 如果我用剛才的音量 我把聲音放寬一點 閃 鬆閃一點 一般大聲講話是什麼 明月 幾十有 吵架的時候就是這種聲音 這樣懂嗎 齁 我們不要用喊的 我們用 你要大聲一點 可以 聲音拉高一點 就像你們剛才 啊 在拋聲音的這個區間裡面的 音 音高你們都可以做使用 OK 不要特別去擠高聲音 我們不是為了 不是為高而高喔 是為了大聲聲音才要放高 齁 了解吧 所以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不是為了要高音 不是為了要唱 大聲 才去唱一個音高 我們是為了高音去唱大聲的 因為那個音高 本身就需要那麼大的音量 這樣懂嗎 那當你身體練習順暢以後 就是聲音練習順暢以後 你會發覺 原來我會使用聲音以後 我現在要抬高音調講話 也可以不用那麼大聲 這是有方法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 前提是 你要先做好你的 關好你的聲音 出來的地方 跟你的原料 有沒有做好 這樣子 OK 來我們再做一次 記得 如果你有剛剛聽到 有很多 像這樣 聲音都 轟轟轟 霧霧的 自己聽耳膜 聽起來的震動是很多的 那我們就把聲音 記得 說細一點點 明月幾十有 好 來準備好 吸氣 明月幾十有 好多了 好 剛才像 我有聽到你的聲音了 聲音是比較低一點的 那時候OK的 好 你們剛才應該有很明顯能感覺到 我們聲音應該在這邊吧 對不對 好 我們聲音要保持講話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力道 一個叫做壓制 也就是說 為了讓我們的感覺一直存在 我要施用一個力氣 就像壓著它 不要讓它跑上去了 會變成明月幾十有 這個聲音聽起來 有沒有聽起來比較緊張一點 再聽一次 比較扁一點點 明月幾十有 對吧 像我這樣講話聲音也是 雖然是 也是亮亮的 可是 你會聽到那種壓制感是很重的 第二個聲音是 像這個樣子 這樣的聲音 應該是比較舒服的聲音吧 你會覺得聲音 有完整的發出來跟結束 這樣的聲音叫做拉住的 怎麼拉 用你橫隔膜拉住的 所以我剛才說 這邊跟這邊 它的力氣是一體的 所以你不用兩邊都很用力 你只要用這邊的力氣 然後這邊的感覺不要不見了 所以明月幾十有 感覺 所以我剛才講 為什麼我們要把聲音念進肚子裡面 這樣可以保持 我們的注意力都在這一條 運輸線上面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真的在唱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種教法 每個人的體會不一樣 同樣的只有使用方式 不同的形容詞 有的人會覺得 老師你形容得好恰到 我剛好能體會這個感覺 那有的人就體會不到 所以我們會 同樣的做法 會用超級多種的形容方式 什麼噴泉啊流水啊 然後拋污線啊什麼 一堆有的沒有的 好其實我們在講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聲音在這邊 完了以後 這邊兼顧好 才可以去管這個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啊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課程大綱 煙槍跟頭槍 頭槍的部分 那鼻槍的部分 就是 我不推薦用鼻槍 因為鼻槍的咬字 大致上都會是 我剛才講的壓制感 我們要的是頭槍 所以頭槍 我們聲音不是高就好喔 我們聲音是 保持聲音扎實 然後舒服 這樣才叫好 所以我們一般在吵架的時候 是用不上這種聲音的 因為這種聲音需要你很理性 然後很注意力很集中去維持 然後它變成一個習慣 這樣你變成習慣以後 在吵架的時候會比較有力 你的聲音會比較洪亮 會比較大聲 感覺比較有道理一些 那實際上我們也是要 然後就是盡量少吵架 好所以我們的那個 最重要剛才在講的都是第三點 兼顧我們的聲音 然後還要做到我們的共鳴 那共鳴怎麼做使用 就是你們剛才有做的 我們之前的課程都很少去講到 我們要連接什麼力氣 把字句念出去 所以我們把字句 就像我講的 我們現在原料在這邊 我們目前經過機器製造出來的字 我們現在要運送出去 那個運送出去 去哪裡 去哪裡就是我們的共鳴區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你要講的一句話裡面 譬如說明月幾時有 好這五個字句 這五個字 我們貨送出去了 不可能那個送出去就不管 我們售貨服務要做好 你們年輕人的用詞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我們是你東西出去了 我們要繼續製造 對吧 才有下一個字句可以用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要保持住一直生產 然後看要送去哪個地方 隨便你 所以我的聲音正 如果示範一次就是我們第四個 示範各個共鳴區 比如說我現在明月幾時有 我送往前面 然後把酒問青天 我慢慢送往上面 我沒辦法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我沒辦法這樣做 就是因為這樣子做出來的聲音 不是完全正確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瞬間改變共鳴 可是我這邊的肌肉是很難直接做改變的 除非我直接把聲音整個結束完以後 重新吸一口氣重新製造 所以我們貨物往哪邊送 那個線不可能馬上讓你調回去的 所以我們才說這邊我們製造的時候 一定要一直維持住 然後共鳴注意的時候 大致上你維持住以後 你第一個聲音字句正確了 這個方向就會一直維持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像鼻腔是明月幾時有 鼻子很像憋氣的感覺 好第二個 頭腔 把酒問清天 聲音比較通通唱一些 比較舒服 煙腔 不知天上公雀 這個聲音比較細 好比較像京句的聲音 精細事和年 這是煙腔的部分 好回頭腔 煙腔跟頭腔的聲音都是比較 出了鼻腔啊我自己的感覺 我包含教學生的經驗 大部分的人的問題都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聲音他唱歌唱不好 都是講話講不好 都是因為鼻腔的關係 所以我們聲音的注意力都是在後方 那你會聽到我們的那個煙腔部分 比較有窒息感 聽起來有點像鴨的 可是仔細聽齁 我欲乘風歸去 右孔窮樓欲語 其實這聲音是 這是煙腔的聲音 這聲音他是 一樣是壓的 那是因為我們聲音收到非常的細 然後身體拉得非常的緊 去使用這個共鳴腔 這樣是男生在唱高音 女生在唱豚音的位置 比較好使用的位置 好這樣了解吧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話都用哪裡 大部分都用頭腔 不會像這樣講話 不會說 欸今天吃飯了嗎 不會這樣吧 對不對 我們聲音應該是 欸今天吃飯了嗎 那有的人鼻腔比較動 欸今天吃飯了嗎 對不對 聲音會比較扁 比較壓一些不好聽 所以大部分人講話的問題在於前面 因為前面是最好做的 這邊的 因為我們一般 如果你沒有上過聲音課程 我們的講話你們會覺得 我嘴巴就打開啊 聲音就一直跑出去 一個字一個字就出去了 好不是 我們嘴巴是提供咬字 我們聲音怎麼發的 就是前面課程都講過 激發體 就是我們的吸氣 原料經過振動以後 振動經過共鳴腔 才能有效率把聲音擴大 那看你經過哪個共鳴腔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請問我們的家 是否會在一起 我們看你的口庭 我們會在一起 你們的整理 那些大部分 會想發生 不在一起 我們會發生 的 我們會發生 感谢观看